卑士省阿芝海蜜政協會 今天在包括列治民在內多個的城市 舉行慈善報行日活動 囚務經費將會用於 患有腦退化症的人士及其家人 提供支援服務及教育講座 五秋例說下 攜位兩年 阿芝海蜜慈善報行日 終於在今日上午再度舉行實體活動 目標為卑士省阿芝海蜜政協會 籌募經費用於為腦退化症的患者及其家人 提供支援服務 列治民事長馬寶定表示 社區內對患有阿芝海蜜症人士的關懷 和支持非常重要 而省議員阿芝海蜜症人士就表示 她的祖母曾經患有阿芝海蜜症 所以她對患者的處境感同身受 比斯省阿芝海蜜症協會同時通過報行日 表揚在社區內受腦退化症影響的人士及其貢獻 今年列治民的報行日向Noreen Thames致敬 活動發言人表示 這是為了表揚Noreen在面對疾病時的 樂觀態度和勇氣 Noreen不僅僅討論它 她是很舒服告訴所有人 她是感染過阿芝海蜜症 我們想要告訴別人 這是一個可能性 不是一個病毒 它會把所有的病毒 新時代電視 五秋禮報導